我和你共有禍庸的記憶 共享著暗星羅侯的力量 我唯一沒有勝過你的 就是兵力先選擇了你 所以你成為幽靈之界的主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老師 許旺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B還有Discord 今天介紹的角色是魔化皇甫生 那皇甫生是羅侯祭祀獲用的荒魂轉世 而魔化皇甫生則是獲得 尊神幽眼的洗禮 所進化的另一種形態 好魔化皇甫生呢直接是御風 那屬性是暗屬性 那天賦的部分呢 在氣血大於70%的時候呢 傷害跟免傷提高到 16%那16%的話是五星的狀態之下 那在六星的時候呢是20%的免傷跟 免傷提高到20% 那傷害提高到20% 那他 比較特殊的地方是在於 行動結束的時候可以獲得決心的狀態 那決心呢是 一層決心可以提高4% 那這個是不可以去散的 那你打到五層的話呢可以獲得植入的狀態 OK那植入的狀態是什麼呢 植入狀態 全屬性都提高到20% 那 雷傷減免和暗傷減免額外提高到30% 那你主動攻擊對戰之後呢 你可以隨機對一圈範圍內的敵人造成三次的固傷 那就是三次打雷的效果啦 那這個固傷是物攻的30% 那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你打PVP的時候 對方如果有鳥界的話 你這個固傷就 對 所以你要 特別的注意一下對方 打PVP的時候這招 是額外造成傷害 但是對方如果沒有鳥界的話 這個會造成低的蠻大的一個困擾了 好那你在植入的狀態之下呢 是無法獲得決心的 OK 那他有特別講 假設說 你要快速累積你的決心的buff呢 你自身 兩圈範圍內的 隊友 如果存在 雷跟暗兩個角色的時候 一定要 兩個都有哦 你只有雷的話不行 你只有暗的話不行 一定要雷跟暗都要有 你可以額外獲得一層決心 也就是說你一回合的時候 休息完 你可以直接獲得兩層的決心狀態 那魔王黃武生的缺點就是他軟機 那你可以 你可以用風鈴聲 那風鈴聲在行動 加速魔王黃武生的這個 軟機的效果 好我們等一下後面會再講到一個單體技 那這個單體技呢 的效果可以直接增加 三層的決心狀態 好 我們繼續講天賦的部分 那 直入獲得狀態之後呢 他會持續兩個回合嘛 那 死完的時候呢 會對自身兩圈範圍內的一個氣血百分比最低的敵人造成一次的固定傷害 那這個固定傷害一樣是 呃 對方如果帶鳥界的話就是 沒有效嘛 那他可以造成物攻的90% 那就一次 那 他有特別講 特別講一個條件是 氣血百分比最低的敵人 那也就是說 假設你的魔王黃武生 被敵人打 然後旁邊剛好有一個殘血的 然後剛好被另外一個敵人打死的時候 那 那個殘血的人 有可能被你的固傷給炸死 這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說 你在打PP的時候 魔王黃武生是一個 不是一個 可能我看到會覺得一個很麻煩的一個角色 因爲他 當他軟機完成的時候 他其實 有免傷的效果 當然是雷 雷屬性嘛 那個雷屬性跟暗屬性 會額外減傷 呃減免額外30% 是有點麻煩 然後而且他全數下提高20% 那 基本上 會有點 這個這個這個 敵人哦 魔王黃武生是有點 有點困擾哦 困擾一個 一個 蠻大的一個負擔 就是你會想要先解決他了 如果是我 我想要特別先解決他 因爲他軟機完成實在是很麻煩哦 因爲他 大招也會干擾你的對那個陣型 好 我們來看一下忤孽的部分 那忤孽的部分 追襲 然後這個追襲就不用特別講了 通常追襲不會帶啦 好 好如果你要 皇武皇武生要點的話呢 如果你靈運 靈運石很缺的人 基本上你就上路點完這個 住上面陣之後呢 你就可以走下路走到這裡 暗殺遊言 然後把它點完 如果啦 如果你很缺的話 不過通常 現在的玩家應該不缺靈運石的啊 他基本上呢 上面跟下面這兩招 都建議可以拿啦 那 蘇文血獸基本上 嗯 他是效果是遭受近戰攻擊的時候呢 你對戰中可以發動先攻 那你每回合可以觸發一次 那戰中開始的時候 那友方有存在風鈴聲的時候 額外獲得術魂的狀態 那這個術魂的狀態是 如果你是 攜帶植物的狀態的時候呢 你受到自分力傷害的時候 可以免除死亡啊 那自身會恢復30%的氣血 那每場戰鬥會觸發一次 那你說這個效果好不好呢 因為你 他是遭受近戰 發動先攻嘛 這個 內力只有1 這個 的被動 你打PVE的時候 我覺得 比較有效果 可是你打PVP 我覺得你帶這個 敵人有看到 那他就不要近戰打你就好了啊 我就一直 用法師 去打你就好了 或是遠攻距離打你就好了 你不想讓你發動先攻嘛 對不對 那 基本上 我只要等你的直路 完成之後 或是消失之後 那我就把你幹掉就好 你這個就不會 不會被觸發了 有很多方法 或者是劍身的小劍啊 去干擾你 都可以 所以 基本上我 打PVP我自己 不會建議帶這個啦 我反而會建議是帶 暗左吧 因為暗左是造成傷害之後 你這個 你就可以 隨機 對目標施加一個debuff 那你這個可以搭配這個 諸殺滅陣 那諸殺滅陣是對方我內的敵人造成0.4倍的傷害 那我們等下後面會有示範影片 那 額外施加 他會施加疲弱狀態 那你搭配暗左的話 可以額外的對敵人造成一個debuff 那 這個 這個疲弱狀態可以持續兩個回合 而且哦 如果本次命中 命中3名 及以上的敵人的時候 你自己可以額外獲得暗凱的狀態 那就是受到克制的傷害降低20% 那你受到傷害之後又有4%的機率 對攻擊者施加一個的隨機debuff 就是他 可以增強你 黃斧生的一個 被光鼠 打的傷害啦 不會那麼快要死 不過我覺得就算有暗凱 基本上 基本上被光鼠性打應該也是很 應該也是快掛快掛啦 但這是 這個干擾性我覺得蠻強的 諸殺滅陣 不過通常 應該也是不會帶這個啦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大招 好看一下大招 好大招是雷引妄語 好雷引妄語 那基本上 對方圍內所有的敵人造成0.3倍的傷害 那可以牽引 放圍內的敵人到自己身邊來 而且如果你成功牽引3個 以上的敵人的時候 你可以觸發原力再行動 也就是說你可以再攻擊一次 那 你使用完之後會獲得 天閃亂魂 好我們先說一下 你在打PV的時候 如果你要趕快擊殺敵人 那你可以弄黃斧身 就把敵人吸過來 但你要注意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就一點就是 對方的護衛 不要吸到 好不要吸到 因為你吸到敵人 敵方的護衛 他剛好護衛的話就有點 難慘了 這是一個打法啦 那你 觸發原地再行動 馬上又可以換 這招雷影萬語 可以切換成這個天閃亂魂 就是單體技 那 這招攻擊完之後 他是1.3倍的傷害 會使目標深蹤一圈內的所有敵人 所有敵人哦 發生一圈內的勞動 也就是他在互換一次位置啊 如果假設 真的不信你的 敵方的護衛 切到被你拉拉過來的 你可以再用天閃亂魂再一次 哦 再一次勞動 有可能不會 忽悔到 可能就不會忽悔到 看這個就是很吃運氣啦 OK很吃運氣 好 那 大家有發現嗎 天閃亂魂 雷影萬語啊 他 牽引三個敵人之後 可以觸發原地再行動嗎 那我剛好說過 天賦的部分不是 你深蹤如果剛好有雷跟暗的角色的時候 可以額外獲得一成決心嗎 也就是說 他也會把這個 雷影萬語釋放之後原地再行動 當做一個回合結束 也就是說他這樣子會獲得兩個 決心的狀態 兩個決心的狀態 好 好我們要講另外一個單點技囉 暗殺優言 好 暗殺優言是攻擊當然離人1.5倍傷害 其實蠻高的 那對戰之前呢 對戰前哦 獲得三成決心的狀態 並且對戰前實際要禁聊 持續兩個回合 好 我剛不是說了嗎 剛才大招放完之後 如果旁邊有雷跟暗的角色的時候呢 你可以額外獲得一成決心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已經有兩成決心的狀態了 好 這個時候我不是可以再行動了嗎 你只要拉到三個敵人的話 好 那這個時候我再放暗殺優言的時候 我是不是對戰之前 馬上獲得三成決心的狀態 那天賦的部分 你只要獲得五成的決心狀態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馬上觸發 直入的狀態 全屬性 提高20% OK 你在一個回合內 你就可以完成這件事情了 好 可是他的條件就是旁邊的 你的友方要雷跟暗啦 這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那你在打敵人之前呢 你就已經有這個 全屬性加20%的效果了對不對 打完之後呢 假設這個敵人呢 旁邊 應該說你旁邊啦 只有一位敵人 不過因為你剛剛拉 拉敵人過來已經三位了嘛 所以通常不會只有一位啦 所以你 打完之後會施加 顧傷嘛對不對 三次顧傷 那就額外再施加傷害 給他們 被你拉過來的敵人 是還不錯一個攻擊方法 這個要怎麼搭配就要看你們 戰場上的選擇了 這是另外一個打法啦 好 總之總結一下 基本上 我是建議啦 把每個技能都點一點會最好的 因為畢竟 你上路的 屬性提升是氣血加彗星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說實在 到後期啊 等到6C的內力打開之後呢 基本上 諸殺面陣不會帶啦 通常都會帶大招 這是雷引萬魚 然後這個 暗殺幽言 好 因為他都是兩內力的嘛 然後並且呢 再搭配什麼 這個傷雀回身 我這邊沒有講到 傷雀回身是兩內力 那基本上 呃 之前啊如果你只有 只有5內力的時候呢 基本上這招可能有點難帶 雖然他是被動技 可是他要需要兩層內力 好 但是如果之後 6C的內力打開了 而開放之後呢 這些招就可以帶了 就很好用了 因為他的目標 他對目標 如果目標處於兩圈的方便內 你對戰之前可以恢復自身的氣血 那對戰中呢 你就會使目標物攻法攻降低20% 那你自己是在 攜帶這個直路的狀態的時候呢 你則恢復量從25%變到50% 但是因為之前呢 之前是還沒有6C的內力可以放 所以這招就很難帶 通常就不會帶這招了 就會帶暗佐了 我那時候的想法是這樣的 但是因為6C內力開放之後呢 各位啊 這招就必帶了 這招真的必帶 你打PVP就必帶 也就是說 在技能搭配的部分呢 假設6C的內力 開放了之後呢 基本上我會建議就是搭配暗殺優言 這招是必帶的 這招單點擊必帶 然後跟人以萬語 大招 好必帶 然後再搭被動 山雀回身 基本上不會帶這個素紋血奏啦 好不好 那 如果啊 目前如果是沒有 現在是沒有6C嘛 就是你的山雀回身 可以改成暗佐 或是 或是 素紋血奏 就看你要怎麼搭配 但是我自己 嗯 我自己是會帶暗佐啦 我自己會帶暗佐 不過因為如果你的隊友 在打PVP的時候已經 有黎幽啊 之類的 或是暗屬性已經很多了 那我覺得你就是可以帶 素紋血奏啦 就要看你們 隊友搭配 是沒有一定 好 那 對於黃虎聲來說呢 你問我 問我值不值得抽呢 很值得抽啦 基本上 允家跟 魔王黃虎聲都蠻值得抽的 好不好 但是你要打PVP的話 魔王黃虎聲呢 還是建議抽一下 好不好 好 這天賦的部分 決心的狀態獲得啊 是 行動結束的時候會獲得一層 那 你自身旁邊兩個 兩圈的範圍內 同時存在雷跟暗的角色 雷跟暗哦 那 他可以多獲得一層 決心的狀態 也就是說 休息一回合會得到兩層的 兩層的決心狀態 好我們看一下 好這個時候 黃虎聲就可以獲得 兩層的決心狀態 這樣子會比較 加快他的速度啦 好 好 周遭如果沒有的話 假設我們周遭就只有一位 雷 雷屬性的英靈好了 好 那你就只會獲得一層的 這個決心的狀態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有一個雷跟暗 你加快的速度會比較 會多 額外多一層啊 好 好 這個時候 黃虎聲已經疊到四層的決心的狀態 然後我們再休息一下 就會獲得直路了 好 那他可以對範圍的內的一圈的敵人造成這個 打雷的效果 就是這個直路的效果 隨機 對一圈範圍內的敵人 我們看一下 要主動攻擊 比如說我站在這個位置 一圈的範圍 那應該是 我們看一下 好 那 因爲他是隨機的狀態嗎 那也就是說 呃 我們可以看到 一圈的發揮內的敵人造成三次 但最多就是三次 最多就是三次 也就是說他只會打三道雷這樣子 那 如果 你的周圍 就只有一位敵人 就只有一位敵人 好的這個 好的這個位置 那基本上三道雷都打在他身上 OK 也就是說 你要打PVP的時候呢 是要盡量確保 你要打雷的時候 黃斧生周遭是沒有敵人的 這樣子你對戰之後 三道雷的顧傷 就一定可以打到他身上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是黃斧生的天賦 我覺得 暖息完之後 會造成敵人蠻大的一個負擔 好 我們剛才可以看到 就是黃斧生死掉的時候 會 自爆 那自爆的情況之下呢 自爆的情況之下 他會對自身範圍兩圈內的一個 氣血百分比 百分比 最低的敵人造成一次故隸傷害 那 你在打PVP的時候 有可能 剛好是敵人在補刀 好剛好他旁邊剛好一個 氣血百分比比較低的人 就因為你這樣一炸 就把他順便帶走 這是有可能的 好 好 那 再來是這一招 暗殺優眼 那他這個特色就是 對戰之後 對戰之前呢 可以獲得三層決心的狀態 那我們剛好提到 他天賦的部分 雷跟暗在旁邊的時候呢 我們行動結束會恢復 不是恢復啦 會多兩層決心嗎 好 這時候我們在行動 好 我們攻擊 單點 對戰之前 對戰之前獲得三層 好 也就是說 在打人之前呢 我就有直路的狀態了 那 我有直路的狀態的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剛好 又可以打三次雷 那 這個時候的黃斧生呢 他身上是剛獲得直路的狀態 而且是有 兩回合的吸力 兩回合的時間啦 OK 也就是說他在第一個回合 靠 這個暗殺優眼的單點技 他在對戰之前呢 不但獲得直路的狀態 並且 他又可以 呃 攻擊之後 可以造成敵人三次的固傷 好 再來 紅骨生的大招 那這大招的話 在範圍內有所有敵人 會造成0.3倍嘛 那 除此之外呢 他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可以吸引敵人到自己 旁邊來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把敵人吸到你隊友身邊 然後趕快圍剿 不過 他 黃骨生是要吸三個人 的時候 才可以再獲得原地在行動 但是 這一招在打PVP的時候 有一點風險啊 為什麼 因為 你吸到敵人的時候 有可能 把人家的護衛吸過來了 所以這個 要 注意一下 你釋放的 實際點 好 那放完之後 可以 馬上再用一個單點計的 但是你要抓三個人 才會再行動哦 不然 你沒辦法 馬上再放一個單點計的 那他可以 戰後 可以使目標深週一圈的 之後一定的發 發生勞動 那 勞動的話就是 位置就隨機變化 這個也是很 很吃運氣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好 這是很吃運氣 所以這個在打PVP的時候干擾性質 是一定有的 那你也可以 不要放 切換後的這一招 那一招 天閃亂魂 你可以放 暗上幽言 再獲得三層的決心狀態 你是不是又可以獲得 他就有點像在行動了 在風力生在行動的概念 你就可以馬上 獲得這個 直路的狀態 我們看一下 假設我們剛才 就這樣 好 因為剛 剛剛旁邊的時候呢 我是不是有雷跟暗 兩個隻角色 所以 黃古山放完 剛才那一招之後 反之呢 你在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放 這個暗上幽言 不但不會干擾到敵人 那你自己可以馬上獲得直路 並且打雷 因為週刀有三個敵人嘛 也就是說 打雷的話就不會打到同一個人身上 因為這個時候是不能行動 你只能攻擊 或休息 好 那魂石推薦的部分就是螺鬼 然後螺鬼 然後螺鬼三枚的話傷害提升10% 主要攻擊對當中免傷提升10% 好 那飾品推薦的部分其實 蠻多種 蠻多種的啊 然後飾品的部分呢 就是頭 頭可以帶這個冰殘玉帶煙 不過他這邊沒有寫到 他的錯用 不知道什麼 好 他的他的效果是物攻 加10% 機械加5% 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冰殘 串珠 那基本上 呃他是物攻加10% 那你攻擊的時候呢 對戰前會是要封血 好 那一組的部分就推薦 五尊神利 五尊神令 或是香神銀配成 那 五尊神令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非常的好用 物防氣血加5% 進戰的時候呢 遭受進戰攻擊 可以支撐免傷提高20% 那香神益配呢 就是 物防氣血加5% 那遭受進戰攻擊對戰前呢 會對敵方實際上虛損或失智 好 在腰部的部分 那就是推薦 支撐普度 或者是這個巡血腰帶 那支撐普度法防 氣血加5% 遭受遠程攻擊對戰之前呢 驅散 自身一個debuff 那巡血腰帶 法防 氣血加5% 行動結束10% 自身氣血低於50% 則恢復35%氣血 那這個就是增加你的 生存能力啊 不過有巡血腰帶的人 大家都有抽到嗎 我自己是沒有巡血腰帶 好在這個手部的部分 推薦障海戒 或者是雙子戒 基本上如果 你有雙子戒 我是推薦你帶雙子戒 因他是 全數性加5%之外呢 使用單體絕血傷害提高 12% 那你行動 使用群體絕血 暴息率提升12% 那障海戒就是 如果沒有雙子戒 就帶來障海戒 那與無客製關係的目標最佔中呢 傷害額外提高15% 15% 其實也蠻痛的 好 那 以上就是魔法紅武生的這個介紹的部分 那希望 這些內容會對各位觀眾朋友有所幫助 那以上的點法跟技能搭配就是僅供參考 玩法真的有很多種 那基本上 結論 要不要抽 抽 好抽 練 把他練到六星就對了好不好 不管是打PVE或PVP都算是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角色啦 好不好 而且魔法紅武生這麼的帥 對不對 這麼的帥就很值得抽了 你看看之前優神換進入的 魔法紅武生是不是也很帥呢 我會放在片尾這邊 好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BD還有記錯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大家晚安 掰掰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